大家好,我是陈寗 在之前很多音響耳機的影片裡面 我都會提到我播放音樂的軟體叫做 Rune 那這個 Rune 到底是什麼呢? 很多人都以為它是像 Spotify 或 KK Box 一樣的服務 但其實都不是 它是一個播放的軟體 它可以讓你用來串流音樂 但順時說是誰聽他懂嗎?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 Rune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以及為什麼我會認為它在未來的 播放音樂的世界裡面 會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家也可以來認識一下這個非常天榮的軟體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開始之前記得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打開通知 我們就開始了 為什麼剛剛要說這個 Rune 是一個非常天榮的軟體呢? 因為它非常的貴 你現在呢 如果你要買這個 Rune 的授權 那要一萬多塊的台幣 那你說哈?什麼? 為什麼要叫一萬多塊的台幣呢? 因為 Rune 它有兩種付款方式 一個是訂閱的 一個是買終身授權 那買終身授權呢 因為一次花一萬多塊還是比較划算 它的訂閱也很貴 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會直接用買的 而你買了之後就是在一個家庭使用的授權 就是要一萬多塊的台幣 而且還會不斷的漲價 所以它非常的貴 你啥都沒有拿到 就花了一萬多塊出去 好,那 Rune 到底是什麼呢? 首先你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 Rune 它是不帶音樂的 你買什麼 Spotify Apple Music KKBOX 這些都是自帶音樂 也就是你只要付錢 你就可以聽到飽 聽到開心 但是買 Rune 什麼都沒有 它只有一個軟體的授權 沒有任何的音樂在裡面 你只有擁有的是它的一些資料庫 一些文字跟圖片的資料庫 但是什麼音樂檔案 通通都沒有 所以不要問我說 為什麼我下載 Rune 裡面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沒有放音樂啊 所以如果呢 你今天說 我既不想買音樂 也不知道怎麼獲得音樂 然後也不買 CD 那麼 Rune 對你來說 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不過呢 其實你看它的價格就知道了 它並不是面向一般使用 藍牙耳機、藍牙喇叭的人的產品 為什麼 你買一個軟體的授權 就已經可以買一顆 B&O 的中高階喇叭了 那你買那麼貴的軟體 然後再來說 我這藍牙耳機怎麼樣 這比較少人會這樣做 當然還是有 但很少會有人這種玩法 所以 Rune 到底是給什麼用的呢 它其實是給比較高階的音響系統 其實同樣的軟體在過去 我們比較熟悉的叫做 iTunes iTunes 是蘋果用來播放音樂的軟體 如果你有蘋果電腦 以前都有 但是從去年開始 iTunes 的名字 正式的作廢 現在叫做音樂 就這麼簡單 音樂 那這個軟體呢 就是用來播放音樂 你從 iTunes Store 或者是你自己買 CD 轉進去的音樂 通通放在裡面 同時呢 它還有一個資料庫的功能 所以呢 如果你以前有買一些 什麼數位串流機啊 什麼的 它都可以直接透過網路 去播放你存在電腦裡面的音樂 它就是透過 iTunes 的網路串流 這個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如果呢 你家還有這個 NAS 就是這個 Synergy NAS 的話呢 它裡面有一套軟體 叫做 Audio Station 也是一樣 你如果有你的音樂檔案 放在 NAS 裡面的話 透過 Audio Station 也可以做串流的播放 所以呢 那 Roon 它就是做一件 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你說它憑什麼那麼貴呢 其實 Roon 呢 它的構造是這樣子的 首先呢 你買了 Roon 之後 它就是讓你可以 合法使用這套軟體 在開始之前 你必須要先有一個 叫做 Roon Core 的東西 也就是核心 這個核心要幹嘛呢 核心就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用來存音樂 比如說 你買了一台 Synergy NAS 然後在裡面安裝 Roon 的核心之後 你就把音樂通通都存在 NAS 裡面 比如說你有 100G 的檔案 就全部都把它放到 NAS 裡面 接著那個 Roon 的核心 它就會去整理裡面所有的檔案 裡面的音樂啊 比如說 你過去可能沒有好好的命名啊 什麼的 反正沒有圖 沒有命名之類 常很多人的音樂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Roon 它就會幫你整理 這個跟以前的 iTunes 有點像 但 Roon 做得更好 因為 你花了一萬多塊買 Roon 並不只是買軟體 它同時也是買它的資料庫 它的資料庫把大部分知名的 CD 通通都整理好 那你說 中文歌這個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畢竟是國外的軟體 所以呢 如果你都會聽中文歌的話 或者是日文歌的話 Roon 對你來說 它的整理功能比較沒用 可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聽古典樂的話 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遇過一張古典樂 CD 是 Roon 的資料庫裡面 沒有的 所以這個 Roon 的核心呢 它對效能的要求會比較高 至少要 Intel CPU 以上 甚至呢 在官網它會要求要 i7 以上的 CPU 我之前試過 如果你的 CPU 用的是像這個 DS620 這種 Atom 的 CPU 在跑那個資料的時候 花的時間就會特別的長 不過呢 你這個效能 對聲音有影響 這我們等一下再講 但是如果單就整理資料來說的話 其實只要是一台 Synology 的 NAS 只要它是 Intel CPU 都可以運行 Roon 的核心 然後你把音樂放進去 Roon 開啟之後 它就會開始幫你整理音樂 非常的方便 那整理完之後 那我們再來要幹嘛 要播放嘛 這個時候 Roon 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 一個 Roon 可以針對 非常的多的播放器 去做串流播放 比如說呢 你家有手機有平板 然後有比如說 B&O 的 M5 或者是一些網路的播放器 比如說什麼 DCS 啦 Auralink 的那些網路播放器 通通都可以被 Roon 的核心辨識出來 並且直接指定它播放 甚至呢 什麼 Apple Express 啦 或者是一些 Airport 的播放器 Apple TV 之類的 只要它可以連上網路 並且在同一個區網裡面 通通都可以被 Roon 辨識出來 並且指定它作為播放器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會願意花這麼多錢 因為你買了一個核心 就是這個串流的核心之後 用來管你的音樂 可是如果它只能對特定的設備來播放音樂 這不是很虧嗎 所以 Roon 它做這個 其實就是它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對幾乎你現在市面上 所有只要是支援網路串流播放機器 都能透過 Roon 來播放音樂 尤其是 AirPlay 因為蘋果這 AirPlay 現在在市面上 真的太多人用了 從很貴很貴的機器 到很便宜很便宜 什麼 Tunebox 啊 那台灣 Nexum 出的 Tunebox 都可以用 AirPlay 當然也就可以用 Roon 直接播放 那播放的時候要怎麼操控 這個其實才是我們最關注的 因為過去呢 我們在說音響玩數位流 也就是用電腦播放音樂 很多人的玩法是用 Fubar 然後 Fubar 呢 就一定要一個人去電腦前面用滑鼠去點 這樣子其實坦白說並沒有比較方便 你直接放 CD 還比較好聽 你用 Fubar 播 然後你還要去用滑鼠 然後很多音樂都會放資料 講來要找 其實真的不會比你用 CD 方便到哪裡去 當然是有的人是覺得用滑鼠 但對我來說 我會在這個聲音跟方便裡面 尋求去一個平衡的時候 我還是會選擇放 CD 可是 Roon 它不一樣 它只要是平板 手機、電腦 只要是有螢幕 並且可以運行 Roon 軟體的裝置 都可以作為 Roon 的播放器 所以呢 如果你家比如說有 20 個裝置 都是跟 Roon 連接 可以串流播放音樂 那麼你只要用你的 iPhone 或你的 iPad 就可以選擇音樂 並且指定任何一個設備播放 也就是說呢 之前我們會講一些叫做多視控制器 就是如果你家有很多的房間都有音響 然後你要播放音樂 要指定說 臥房要播什麼音樂 然後你還要一個專門的遙控器 現在就不需要 用 Roon 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多視去控制 你每個房間要播什麼音樂 甚至你要統一播一樣的音樂 都可以 因為它就是透過 iPhone 的 App 就可以控制了 那你說這功能感覺好神奇喔 一定要用 Roon 才可以嗎 其實並不然 因為呢 剛剛有講過這個 Synergy NAS 這一台 或者是你任何一台 Synergy NAS 它裡面都有一個套件叫 Audio Station 它支援的功能就是在串流的這一塊 跟 Roon 幾乎是一樣的 因為 Audio Station 也支援這種多視控制 你在 Audio Station 的介面裡面有一個按鈕 按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你家所有支援 AirPlay 或者是這種網路串流的機器 那你就可以指定每一個設備去播放音樂 所以你真的不想花錢 但是又想要串流的話 用 Audio Station 也是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而且什麼選音樂啦 選歌單啦 這些通通都可以做到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花一萬多塊去買 Roon 只是為了買它的資料庫嗎 還是想要買什麼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音質 其實喔 我在影片裡講過很多次 到目前為止數位流這件事情 聲音依然還是比不上用 CD 播放 當然很多玩耳機的人會說 可是用這個數位流播它的細節比較豐富啊 高取樣力它的細節高頻會比較豐富 沒錯 這是對的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要把音樂放在音響 尤其是比較大的音響系統上聽的時候 用數位流常常會出現三個問題 第一個動態不足 你的聲音的整個動態那種力道 甚至低頻的力道都會不夠 第二個音場會不夠寬 它的整個音場的開闊度都會比較小一點 第三個音色不夠好 就是你比如說高頻啊 弦樂人聲的音色 聽起來都會比較聲音一些 哪怕你用的是 這些音響廠商非常頂級百萬的 DA 都一樣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事情喔 用 CD 都不太會有這樣的事情 用這個電腦播就會這樣子 之前我聽過比如說 Accuphase 啦 或者是 MBL 同樣喔 一百多萬的 DA 跟 CD 播放器 或者是你同樣的 DA 然後用 CD 轉盤給它聲音 跟用電腦給它聲音 聽起來就是不一樣 CD 總是比較好聽 所以呢 在這個數位流的世界裡 其實我們一直追求的就是 你的聲音可不可以跟 CD 一樣好聽 你的動態、你的音色、你的低頻 是不是可以跟 CD 一樣 那過去呢 因為其實沒有那麼多專用的軟體 FooBus 有 但是 FooBus 剛剛講過就是麻煩 尤其對於一些年長的這種音響玩家來說 他會覺得很麻煩 還要學電腦 已經不太會用電腦了 你還要他學電腦 所以呢 後來漸漸的開始會有人用 NAS 比如說你去音響展會 看到很多展間裡面有 NAS 可是呢 他們用的播放軟體 要嘛就是特定廠商出 然後支援一些特定格式 沒那麼方便 要嘛就用 NAS 自己的軟體 可是呢 以 Synology 來說 Synology 的 Audio Station 聲音是非常非常的鳥的 你說 用聽起來跟 iTunes 比 連 iTunes 都比不上 所以呢 實際上我自己在手機 我用這個 Audio Station 在手機上叫 DS Audio 串流音樂波 其實就是 出門的時候沒那麼在乎音質 我才會這樣播 不然其實那個聲音 在音響上聽 動態呢 也不太行 高頻延伸 低頻延伸 也不太OK 所以呢 這個 Audio Station 對我來說一直都是堪用 就是搭這個藍牙耳機 或藍牙喇叭在用的 但如果在家裡 我以前 都還是用 iTunes 在播 或者是用一些專門的播放軟體 反正我已經坐在電腦前面 我就用電腦播就好了 可是呢 自從有了 Roon 之後 就解決這個問題 Roon 它的播放音質 雖然不能說是最好 因為你真的要說更好的話 還有很多 像剛剛講的 FUBA 或者是 最近 DCS 自己也出了串流的軟體 這些呢 它在音質上 都會在特定的部分 會有一些比較突出的表現 可是 以整體的方便性 跟整體的音質全面的表現來說 Roon 是我目前聽過 音質最好的播放軟體 這個時候你一定會覺得 陳寗你真的唬爛 播放軟體也會影響聲音嗎 我只能說 你如果是懷疑這件事情 你就自己試試看嘛 如果你用 Windows 的話 那什麼 FUBA 那些自己玩玩看 你聽聽看 FUBA 跟什麼 Windows Media Player 現在我也不知道 叫睡覺 Media Player 這種很爛的音質的播放器 你去播播看 你聽 真的有差 那恭喜你 該買音響了 可以升級 可是如果你發現 聽不出來 那我還是恭喜你 因為你不需要花錢在音響上 你有聲音就好了 那你說 為什麼這個 Roon 跟 Audio Station 播放聲音會有不一樣 其實這有很多很多音響面向 比如說 它在解碼的方式 它解碼的時候 使用什麼樣的解碼器 它解碼的過程中 它的那些設定什麼的 還有它的串流的一些 這種位元的設定 或者是 它傳輸的緩衝設定 這些影響都非常大 如果 你有機會去玩看看 Roon 你每一個設備 去給它點設備的設定 你會發現 這真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取樣率可以改 什麼 還有一些什麼解碼器 MQA 然後還有什麼 降轉 降頻 很多的設定 然後全部都沒有聽過 以前玩音響 玩黑膠 都沒有聽過這些東西 結果每一個去改 你發現聲音還會變 你會發現 真的是一個新世界 所以 你說用 Roon 到底可以獲得什麼 其實就兩件事情 其實說起來應該算是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方便性 你以前 你要換 CD 你有很多個房間 你要買每個房間去換 CD 要嘛就是買很貴的多式控制器 可是現在有 Roon 之後不需要 你只要一個 Roon 核心 比如說一台 NAS 或者是 Roon 自己出了 Nucleus 就可以把所有音樂聚集起來 放在同一個核心裡面 並且串流給你家所有的網路設備 而控制也很方便 只要一支 iPhone 一台平板 任何的有螢幕可以運行 Roon 的軟體 都可以控制任何一個設備的音樂播放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再來第二個就是音質 它的音質 以目前這麼方便的串流軟體來說 我可以說它是聲音最好的軟體 當然你要去讓它更好 還有很多可以玩的 比如說你的電腦用得更好 像我之前就發現 我剛剛講過效能會影響聲音 像我的 平常我的 Roon 的核心 是運行在我的 DS3617 上面 然後用的是 10G 的網路 那一台 NAS 十幾萬 之前我有介紹過 大家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運行在那個 NAS 上的時候 聲音表現就會比這一台 小小的 DS620 好很多 而我當我在那台 3617 裡面 使用虛擬機來運行 Roon 的時候 聲音也會更好 而這個網路 差 1G 的網路跟 10G 網路的時候 聲音也會有不一樣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 陳寗都聽你在唬爛 網路這種東西不就 0 跟 1 聲音總會不一樣呢 其實呢 數位轉類比呢 這個在時機也就是時間 我們說 clock 這件事情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在音響世界裡面呢 還有非常貴的網路 Switch 非常貴的 USB Hub 就為了給音響用 你看到價格 你會覺得 哇 這真的不是我的世界 我們買一台 1 萬多塊的 Switch 就覺得貴的不得了了 人家的 Switch 要好幾萬塊 還可以外接 Clock 然後一台 Clock 好幾十萬 一個網路的設備 就花掉你快 100 萬 那你說 那些人是瘋了嗎 當然不是瘋了 是人家的音響系統 真的好到聽得出來 所以呢 不要說什麼 0 跟 1 就是這樣子而已 不要做這種坐井關天的事情 音響的世界 水生著呢 再來第三個 Room 的好處 就是他的資料庫 因為呢 過去呢 我們在聽那個 CD 尤其古典樂 CD 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太會去注意 那 CD 裡面的冊子 或者是一些故事 但是 Room 會幫你把這些資料 統統抓進來 甚至他還會幫你抓那些 CD 的網路評論 所以有一些很老的 CD 像 像我之前在我自己文章裡面 也沒有講過 就是卡拉洋指揮的莫札特安文曲 我之前一直覺得這張 CD 的聲音怪怪 但是 因為很少人聽那張 CD 所以我也沒有看過評論 可是 在我安裝了 Room 之後 他抓進來的評論 就有提到這件事情 他就有提到這張 CD 原本聲音是很好 就是在他過去是盤代的年代 是很好 可是轉成 CD 的時候 出了問題 所以聲音變得比較糊 這種資訊過去我們不知道了 可是你有了 Room 之後 就可以在 Room 的軟體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就非常的方便 那不要想說什麼 聽音樂幹嘛要看資訊 如果你去聽那個台北愛樂 他們一直在賣一個音樂寶盒 他就是把所有曲子 他們錄過的東西拿來賣給你 那你現在買一個 Room 一萬多塊 他就有這些資訊 他當然是英文 看起來是比較辛苦一點 但你也可以看 那你再可以再對照一下 如果你有買音樂寶盒的話 你就可以再對照一下 看看外國人說的 跟台灣人說的 有什麼不同 他會讓你在聽音樂上 有更愉悅的享受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實 Room 的東西 真的說收不完的 因為現在才講軟體而已 還有硬體 所以呢 之後我們再來談這個硬體 該怎麼玩 大概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如果你對這個 Room 或者是網路穿流 音樂播放 數位流 有任何的問題或意見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我是陳寗 我們明天見 掰掰